昨天我一个朋友想买一台10万级别的混动 他们我到底是选单档的还是选多档的好呢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明确的告诉他们 这个级别档位越少越好 我们以前买车的时候都是想档位越多越好 因为他这个车子跑起来档位多的话 就更湿滑更细腻 变速也会更顺畅一些 但是现在到了混动之后 我发现比亚迪最先弄出DMI之后 其实就是单档的 单档是没有变速箱了 那么后来有一些车企弄了什么DHT 什么DHM 反正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名字 都是在这个级别上又增加了档位进去 比如说有两档的 有三档的 还有五档的 那么按照我们之前南游车的理论 那肯定是档位越多越好 但是档位多意味着执行机构进一步复杂 而且你想你在这个10万级别的加用车 我们要的就是可靠稳定 档位多有什么好处呢 确实我们原来在南游车的档位多 它的换档能够变得更顺畅更湿滑 你的车顿挫感不那么强 而且在某些工况下 对于油耗也是比较油耗 会让油耗更低 同样的到了混动之后 由于我们低速节奏 很多时候都是用电 纯电 这个时候你发轮机很少启动 只有到了高速或者你亏电的时候 发轮机才启动 其实大部分朋友 混动车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在用电 即使就是五十几公里的 比亚迪的这个琴普拉斯DMI 我在开的时候我发现 它还是发轮机间歇性的启动一下 大部分时候还是在用电 由于电机的参与 它对于发动机的工况要求 就没那么高了 而且发动机始终可以处在一个 比较经济的区间运行 就不像我们原来的油车 你看你低速下来 发动机浪费就比较高 然后我们到了经济时速 发动机效率就会更高一些 所以需要变速箱去协调 去平衡 但是你现在基本上都 电池和电机给你搞定了 只有在困电或者高速的时候 你的发动机才会介入 而且即使在低速状态下 你发动机转起来之后 它多余的能量 做回收 给你返从电池里面去了 浪费就先对比较少了 所以对于变速箱的要求 真的没那么高了 当然在这个级别 也有一些厂家 为了做一些差异化 做了两档三档的 混动专业变速箱 号称 你看我这个时速40 我变速箱就可以介入 其实这个意义 在这个级别真的没有那么大 就是节省那点油钱 可能最后变速箱一旦发生故障 发生的被扰 倒腾过去都不够 所以在12万这个区间里面 目前为什么就像比较迪的DMI 当然变速箱就没有变速箱 这种人家一样的卖的很好 虽然说实验数据各家都觉得 你这个不信 你这个记录这个速度太高了 要到70公里才记录 什么什么的 但是好像实际人家没说过 你看看销量 一个月的销量摆在那里 而且在这个价位 我真的提醒大家 变速箱这个机构 我们原来在南原车的时候 玩了很多年 就没有几家车企玩转的 越简单越好 单单你看多好 故障率先对比多大量 要低一些 而且能量损耗 其实也要低一些 而且成本也要便宜一些 最关键是你后续的微保 也更方便 那何乐不为呢 听我一劝 你们自己看下销量就知道了 以后就在这个20万以下 这个区间 你要考虑混动的话 一定是机械结构 混动结构 先对越简单越好 而且到以后 很多模式都不要你手出去调 就车子自动识别 就自动给你这个匹配 最优模式了 那你傻瓜式的开车 那样的话才是最好的 不要去信那些 搞出这个节奏的模式 让你去折腾那种 那种 他要能自己把它调好 他就不会让你去折腾